有很多人看了我之前分享的五步笔记写作法 很好奇第三步 我的卡片笔记是怎么做的 那今天就正式开始分享 我的卡片笔记写作法的实操经验 这是一个专题 后续会有很多视频 分享这个专题的初衷是 卡片笔记写作法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我是2011年开始接触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 在此之前呢 我写视频脚本和公众号文章都很吃力 那个时候我也刚刚做博主不久 没有自己的方法论 那么开始坚持用卡片笔记写作法之后呢 我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这套工作流来完成的 真的觉得深深的影响了我对学习写作和知识管理的理解 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我的创作效率 所以想要把这套操作思路分享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不仅适用于博主创作 也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人学习积累 做自己的知识管理 关于卡片笔记写作法的概念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可以先去看我之前分享的内容 再来看这个系列会比较清晰 我已经做了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视频了 我也会将这些视频链接分享在介绍中 方便大家去找到 那说回卡片笔记写作法 这套方法论是来源于书中的灵感 又和书中写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是 虽然书中分享了卢曼用卡片笔记写作的思路 但是它的实操过程由于年代久远 所以我们看不到细节 不知道它具体的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我就根据我自己的需求调整了一套我自己的方法 总体思路没有变 但是工具和操作细节是变了的 这套方法我把它划分为五步 也就是之前视频讲过的五步笔记写作法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五步讲了什么 第一步用自己的话去表达你所学到的东西 理解这一步很重要 卡片笔记写作法的初衷和费曼学习法其实很像 都是在强调输出自己的东西 借此来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 和验证自己对某个知识的理解度 不同的是卡片笔记写作法多了一步 就是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去整理你所输出的东西 把它变成你以后创作时可以多次复用的素材 这样你就不用重复去创作了 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这是它高效的原因 在卢曼的设想里 我们是不用去做笔记的 因为该有的书里都有 你只要记下来关键位置 在需要的时候回头去看就行了 根本不用原文去抄 值得记录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的想法才更重要 所以一定不能陷入误区 以为卡片笔记写作法的重点是笔记 就还是去抄别人的东西 其实它的核心是产生自己的东西 所以它的重点是写作 所以在学习看书的时候 无论有何感想 你都要用自己的话去表达 不要去复制张贴书里的话 那样的话 我们整理的还是别人的思想 对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思考 没有太大的帮助 想要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 就必须要自己写作 产生自己的东西 卡片笔记写作 也不局限于一定要看书的时候才能写 你可以在任何有喜发的时候写 比如记录你在工作中解决了某个难题 记录你与人交流后收获的喜发 记录你在做一件事时总结的新的方法 你什么都可以记 只要你觉得对自己以后会有帮助的 在任何碎片化的时间里 你都可以去记录 当你记录的足够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管理的知识经验 会反过来帮到你 在你思考一个难题的时候 会有很多已经被记录的灵感给你启发 这是自下而上学习法的魅力 第二步 记赏念笔记 上一步说到表达 那表达的时候应该记在哪里呢 我的习惯是找一个赏念笔记本 快速地记下我一闪而过的灵感 相当于一个写作的草稿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你需不需要记赏念 取决于你自己对卡片笔记的要求 因为我没有办法一次性写好一张卡片 我会去纠结我写的好不好 有没有错别字 逻辑通顺吗 或者有时候我在外面不方便去写卡片笔记 我就会写在赏念笔记上 那什么工具适合做赏念呢 只要是你觉得方便打开写作的都可以 比如说纸质的小本子 手机备忘录 录音笔等等 不要去选那些长得很漂亮 但是打开很不方便的工具 赏念笔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那我在用的是Google Keep 我觉得它很轻便 而且也很容易归打 也是免费的 所以我一直在用它 第三步 记卡片笔记 就是把赏念笔记整理成卡片笔记 这是这个系列的重点 很多人会对这步有疑问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工具 如何去切分卡片 怎样去链接卡片 怎样去管理关键词等等 这些问题在本系列中都会有解答 第四步 成立话题 也就是卡片笔记做好以后的运用 比如说怎样成立话题去汇集你的卡片 怎样把它输出成一篇文章 这个也会有所介绍 第五步 寻找反馈 将你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 去检验知识的有效性 然后再返回去卡片笔记 记录你实践的心得 不断地实践加记录 就实现了学习的闭环 关于知识内化的小技巧 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讲到这里 五步笔记法的总体思路就回顾完了 那前面两步 只要理解了就很好操作 而且因为之前的视频也讲过 我们直接开始第三步 记卡片笔记 卡片笔记就是将你的赏链草稿 打磨后保存的永久笔记 卡片盒是很重要的东西 它将作为你思想的注存式 灵感的生成器 要介绍卡片笔记的管理 就离不开工具 选什么样的工具作为卡片盒呢 我推荐用双链笔记工具 因为它有一些特性 确实很适合用来做卡片笔记 那现在市面上的双链笔记工具也很多 怎么样去选择呢 我列了几个重要的点 只要满足这些特性的工具就可以 第一个是双链链接 双链链接很好理解 就是我给一个内容A 链接上内容B 当你看见内容B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看到内容A 这个大多数笔记工具都有 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卡片力度 卡片力度指的是笔记页打开以后 是以块结构存在的 而且每个块都可以与其他块相互链接 这个力度就比较细 可以支持一段画 甚至是一句话的关联 有些工具虽然是双链的 但是只支持以单篇文章为单位的双项链接 那么力度就比较粗 内容匹配和产生灵感的效率就比较低 这个以后会详细讲 总之在这里要选择卡片力度比较细的工具 越细越好 第三个是支持导出或者本地化存储 这样在你笔记多了以后能够保证你的数据安全 选择满足这些特性的工具呢 能够使卡片核发挥更大的创造力 像我用过的力度比较细的工具有 ROM Research和Log Seek 那接下来的步骤呢 我会以我常用的工具ROM Research做释放来讲 下节我们来看看ROM Research的基础界面讲解 产生灵感的方案 带产生灵感尽 产生灵感件 二度